9月12日起 中天綜合台 最新一季 中國好聲音4 今天我聽人在講什麼 華社手機的正義護理師好生鏡 出面踢爆 前幫忙堂成員EDD 假賣票真榨財 說好會退款 結果 反正我就兩筆都先轉 然後他也是 禮拜一收 你有沒有拿到 你就拿來換收據 你不來換也無所謂 你懂我意思嗎 他現在才收到 禮拜一收 又是錄影片還傳匯款單來 但錢就是沒有收到 他是有傳影片跟我說 他有匯錢了 那是禮拜五下午的事 很奇怪的是 他把這一筆帳目 匯款給我的學妹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會給我學妹 他是說想要給我學妹 一個清楚的交代 他就責怪行員 作業的問題 跨行轉賬需要一點時間 不再相信他決定提告 身旁是EDD前女友 同樣控訴 借款65萬一毛錢到現在 都沒拿回來 就一樣的手法 就是郵局都是沒辦法匯款 或是隔天次就會收到 他都會習慣就是跟你保持聯繫 證明他有這個誠意想要還這個錢 對 但是我們始終 我拖了這樣一年一年多了 一毛錢都沒有 你起碼還要還個幾千塊吧 被害人串連整理EDD詐騙後 都假意還錢 但匯款都會失敗 轉賬都有問題 月面交都臨時有事要取消 還會嚴很大 對控訴現場致電求證EDD 並沒有接聽電話 但他在臉書曾寫 問題都解決了 誤會也解開 但有嗎 似乎替自己增添 更多爭議 記者蕭鎮 邵紫陽 SN超速 新北市報道 會想要去年的 再寫 再寫